你不要浪費立常的選擇這麼多假新聞 你聽我解釋吧 其實你在樓下轉樓下的工程做了兩年多 天天這樣滋擾整條村的居民 整條村的居民當然是打小人投訴 不過你不受理 有什麼可以做這麼久 而且沒必要挖爛那幅地 那裏踢球用的 你無端爛踢球那幅地 證明你有精神病 那裏又不能起房子又不能起房子 你無端爛轉一下轉一下 轉了兩年多的目的就是 為了發出草蔭治療人 誰人都知道 那你治療了兩年多 被草蔭治療了兩年多 那些居民當然是去鱷頸橋打小人 忍咀咒你或者祈禱咀咒你 那是很惡毒的 他們說要斬了祖先的 手和腳串 事限 那我當然覺得過分 全部祖先斬了 但是你都不怪別人 有些人上夜班 都要睡覺的 那有些人 下午的兒子要讀書的 要找些功課的 那你的成績又不好 又不能上班 那很慘的 住在屋邨都不是有錢人的 那很慘的 那別人就快點 那祈禱這麼惡毒都可以理解的 那不幸運就是 我都不想這麼惡毒的 不過你想都是這樣的 每天都不能睡 不能睡 子女的成績不好 自己又挨窮 想子女成績好些又不行 那發脾上來就是這麼惡毒的 那你都不能怪他們 那所以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造物主神在我附近 每天都聽著造音 那所以 我都未必幫到你的 他連那些工人 那些祖先都要斬開手 和我等我試試 那些祖先 那我這樣我求情 那些工人就不要了 只是主路 我試試和造物主祈禱說 行不行 就不要斬那些工人 那些祖先手 還有等我試一下 只是斬那些祖先 好嗎 試一下 不知道行不行 因為做什麼祖先都吵 被醋喝吵了 雖然現在沒有吵 但是他街 半個小時又一次 半個小時又一次 每次都維持 幾個小時 這樣好慘 好嗎 我試一下吧